表哥 阿姨 你怎么来了 见过摄政王 不用多礼 你先别过着行李了 到底怎么回事 哪来的刺客 外公和小舅怎么样了 府里其他人呢 先进去边走边说吧 本来答应了你今天 要去四皇子府的 谁知道临时出了问题 今天没事吧 四皇子府那边 可遇到麻烦 我没事 都很好 遇到些麻烦 不过都已经解决了 你先别说我 你们这边到底怎么回事啊 大家都还好吗 府里其他人都好 我爹和大伯 因为在书房议时 避让了过去 大哥和三哥 为了护着祖父受了伤 小叔伤势最重 那些刺客 像是冲了他来的 没一招都下了狠手 小叔为了保护祖父 将那些人引开 要不是后来 惊动了府里的护卫 小叔他怕失 小舅伤得很重吗 外伤击重 眼下昏迷着 那外公呢 祖父伤到了胳膊 可也昏迷不醒 林老爷子经历无数风波 又见识过甚 如果只是刺客 伤了他手臂 受到惊吓 断然不至于晕拒 他可是有别的麻烦 林月有些防备的 看着军酒员 哎呀 你看他干什么 外公到底怎么了 祖父中毒了 有没有抓到刺客 死了几个 其他跑了 那林老爷子中毒的事情 可有查出什么 查了一些 可是所有线索都断了 给祖父下毒的人 一个时针 就已经死在自己屋里 身边没有任何线索 有人想害外公 先进去看看情况再说 两人被林月 领着进去时 就在后院门前 见到了林家大爷 林延青 还有林家二爷 林松平 见过王爷 不知王爷 深夜过府 可有什么事情 本王是陪着阿音过来的 你是阿音 舅舅 好 好孩子 回来就好 是舅舅对不住你 欣了云丽安 那狼子野心的东西 是他们无耻 不怪舅舅 眼下 外公和小舅要紧 我刚才听七表哥说 祖父中了毒 小舅也身受重伤 情况危急 到底怎么样了 你小舅外伤极重 流了很多血 你外公也是中了毒 昏迷不醒 我们已经让人去请大夫了 可是他医院的人还没过来 京中的大夫又棘手 能让我们进去看看吗 这是摄政王府的大夫夏侯文生 医术极好 我也懂一些医毒之术 林延青和林松平文言 顿时大喜 没想到 云素音能将夏侯文生请过来 两人也顾不得去管 摄政王来这里到底为了什么 连忙就先带着几人入内 叶利茨克来得太过突然 你外公中毒也毫无痕迹 我们怕那些人再去而复返 两边之影恐怕力有不歹 所以就将你小舅和外公放在了一起 林大人 这老爷子体内的毒物 我们真的没办法 五爷身上的伤也是厉害得很 我们几个实在是没本事帮他 还请您另请高明 舅舅 先让他们走吧 林延青点点头 让林宗平将人送了出去 我去看老爷子 你去看我小舅 云素音先是伸手 替林老爷子把脉 然后又翻开他眼瞼和口鼻看了看 拿着金针 取了一丝血出来 等清秀了秀后 才神色有些难看的说 外公的确是中了毒 应该是三尸化神毒 什么叫三尸化神毒 就是以三种剧毒的兽类尸体 提取出毒素 在混一人死之后提炼出来的尸毒 用特殊的方法炼制出来的剧毒 这种毒中了之后 先会晕厥 随即 四肢僵硬 毒素朝着人脑蔓延 直到侵蚀 使海 神志丧失 如果不能尽快解毒 等到毒素蔓延全身之后 就算能够救回一条命 人也会变成毫无神志的行尸走肉 不知痛苦 不知喜怒 感受不到外界的一切 也不能言语 与人交流 那这毒你能解吗